我们上次读到178页 所以请翻到178页 从后面算到 上次是读到火神 火神 我们今天接着下来 就是读水神 178页 1234 倒数第四行 看到了 我们继续来读 好 复赐苦心云闯 竹水神 得平等利益 一切众生 众生词解脱门 平等利益一切众生词 那个词你就要想到 想到就是我们那个土等里面 里面是讲什么 那个信空 好 接下来 海潮云阴主水神 得无边法庄严 解脱门 好 那个无边法知道了 就是那个 无边无量的那个法门 然后 妙色轮迹主水神 得官所硬化方便 虎色 解脱门 这个就是 那个修正到那个方便 好 接下来就 善巧玄覆主水神 得补远 诸佛圣身 境界解脱 离过香击 主水神 得补现清净 大光明解脱 好 那个大光明 那个大光明 就知道 那个就是一种 那个什么 我们讲说 你那个光明 就代表你一个正量 然后福桥光阴 竹水神 得清净法罪 无相 无性解脱 这个无相 无性解脱 我们的图层里面 都很知道 外面就是讲法相 外面就讲法性 就离一切相 知足自在主水神 得无尽大悲海 解脱门 这个大悲 大悲就是在讲 那个相的部分 法相的部分 就是在我们图层外面 前面就是死 那么这个水神 就得 那个什么 正到无尽大悲海 然后敬喜 善因主水神 得于菩萨众会道场中 为大欢喜障 解脱门 那个大欢喜 大欢喜就是你 你得正的平等之后 你要平等之后 那就是得欢喜 浮现微光 主水神 得以无碍广大福德力 浮出现解脱门 就是你认真修到 整个你福德力 福德力 现前 那是一种解脱 火生遍海 主水神 得观察一切众生 发起如虚空调浮方便 解脱门 那个调浮方便 一样就是在用种种的方便法门 摄取出力的众生 而时拉浮心云闯 主水神成佛为力 苦观一切主水神众 而说颂言 清静舌门差陈树 共生如来一妙相 这个共生如来一妙相 大家知道吗 就是那个一相是什么 那个一相是什么 就是这个 你正到那个十相 我们讲说十相怎么样 十相无相 十相无相 就是唯一一相 那就是如来的妙相 那就是如来的妙相 一一诸相莫不然 事故见者无愿主 世尊往昔修行使 辅益一切如来所 就是在 以前在修行的时候 世尊他就是 辅益 就是他那个 修正到方便 就游历 诸佛国土 种种修制 无邂见 如是方便 云阴入 那个云阴 鎖水神 然后佛于一切十方中 即然不动无来去 硬化众生 息令见 此事 济伦之所知 即然不动无来去 这个在讲什么 讲这个 讲我们这即然不动 就是在讲 那个法性空 好 如来境界无边量 一切众生不能了 妙阴远说 骗十方 此善选神所行处 妙阴远说 那个妙阴 我们想说那个佛的阴身 佛的阴身 那个就是一种 清净的妙阴 那你要去 那个什么 讲说佛法 你必须透过你的言说 言音 世尊光明无有尽 冲遍法最不适宜 说法教化度众生 此敬相神所关见 如来清净等虚空 无相无形 见十方 这时候在讲那个相 这个在讲无相无形 就是在讲这个外面的那个相 我们说离一切相就是如来 离一切相就是如来 所以 而令众会 米不见 此福光神妙观察 他说无形无相片十方 可是你要 而令众会 米不见 就是 你在每一个法会里面 他说 他说一样会视线出妙色声 就是说虽然 虽然我远离一些相 可是 当你在说法的时候 你势必要献出这个什么 献出这个妙色声 虽然远离一些文字言说 可是你在说法的时候 你势必要怎么样 要来言说 所以这个神跟前面那个神 只有两个 刚好来讲说 远离言说跟 那个什么 远离一切相 佛习修习大悲门 其心广遍等众生 事故如云陷于事 知解脱门 知足了 知足了 知足了就是 知足神了 了达 这个大悲门 这个大悲门大家要记住 就是我们 曾经跟大家讨论过 就是观音菩萨的大悲行门 记得吗 那个大悲门就是 比如说你要修正到哪里 就是菩萨大使大悲 就度一切众生 他用什么大 度一切众生 用他的什么 用这边 用他的 用他的 言说方便 用他的 那个什么 那个 色身 他视线出那个妙色身 视线出那个阴身 或是用佛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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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用妙色身 他说 比如说我要到出生道 我视线出那个促身身 来度各法界的众生 让各法界的众生 用那个什么 会远离那个部位 远离这些 所有的部位 然后呢 远离部位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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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来就是众生 如果称我名号 称观音菩萨的名号 或是 那个什么 或是 那个 那个什么 称观音菩萨的名号 或者是说 你一想观音菩萨 菩萨就会现前来度化你 然后呢 接下来是怎么样 接下来就下一步 最后就说 那个 也要愿一切众生 就说 菩萨他虽然这样做了 他示现出 他用那个什么 示现出他大悲 他是大悲行为 示现出 用什么方式来度众生 用什么方式 用那个无畏 示射 用那个什么 摩罗蜜 用这些法门 来度众生 度众生是哪里 度众生远离部位 度众生远离部位 度众生远离部位之后 下一步是怎么样 再给我映现出 众生如果称我名号 或是说 那个什么 或是我听到众生有苦 我就会去度众生 好 下一步是什么 下一步就是说 那个也要让众生 也要让众生跟我一样 成就什么 无上补体 这个就整个大悲行为 几个步骤 大家要知道 就是说你用什么工具 用什么 用方便 用什么方便 用四色法 用四色方便 或者是用 那个 那个什么 我们说用六度方便 用这个方便 用这个方便法之后 可以让众生怎么样 远离部位 我们那个什么 五部位 或者是说 那个 所有的一切的迷惑 那都是部位 远离部位之后 那个什么 众生 对跟你有所应的时候 你就会去 那个什么 温身救苦 或是众生 称你名号的时候 你就会到众生那边去救苦 这是第三个步骤 第四个步骤 就是 所有的众生 都会跟我一样 要正上 无上普及 这个就是整个 整个这样的一个程序 整个四个步骤 那个就是 构成 所谓的大悲 大悲 大悲心们 这边一样 这边讲说 大悲门 这边 讲 休息 大悲门 一样的意思 十方所有诸国土 西见如来 座于座 座在什么座上 狮子座 或是菩提座上 朗然开悟大菩提 如是喜因之所入 就是喜因神 如来坐在菩提座上 什么意思 我们如果说 从修菩萨的十地讲 我们讲说 从十地法门来看 什么时候你可以坐上菩提座 意思说 你什么时候当法师 你当法师就坐在菩提座上 我们讲说狮子座 这个时候你坐在菩提座上 这个时候你坐在菩提座上 那个就是菩提座 那个就是菩提座 这边就是讲这个 这边就是讲这个 什么西见如来座于座 有没有 虽然是这样子 看到如来座在 那个什么 那个什么 菩提座上面 这是告诉我们 就是说 他的那个什么 他是在那边说法 另外一个 但是我们就说 这个神 他挣到什么样的境界 他就挣到 我们讲说法师的境界 如果说从菩萨十地的境界来看待的话 那这个时候就是在第九地 那个时候就是第九地 第九地 第九地就是 第九地的菩萨 他就是广为一切众生说法 这时候就是朗然开悟大菩提 如是这是喜因之所入 好 这下如来所行无瓜爱 骗朗十方一切伤 处处四线大神通 虎线威光以能入 这个就是威光神 那正道就是所行无瓜爱 他可以补往十方一切伤 这个说就是 那个方便 正如方便 他说无瓜爱 讲究说无瓜爱 那个无瓜爱就是无碍 这边所有的一切法无碍 究竟无碍 他那个时候 那个时候就可以方便游戏 诸方国土 休息无边方便横 等众生借稀充满 神通妙用米占庭 火生遍海实能入 这个一样 这个什么 这个神也是一样 正道 什么无边方便行 就是做到无边 无碍 做到究竟无碍 所以他怎么样 他可以到 补入一切众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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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等众生界吸通满 那个就是补入 一切的众生界 干什么呢 就神通妙用米占庭 那个神通妙用 就是在广说一切佛法 广说一切佛法 火生遍海实能入 那个就是我们刚刚讲 狮子猴 所以这些 什么 什么 竹水神 竹火神 我们读了 他每一个神的境界 你就可以知道 那个都是菩萨的境界 复赐 出现宝光主海神 得以等心施一切众生 福德海 众宝庄严 生解脱门 就是施一切众生福德海 就是怎么样 就是他对一切众生 行布施 行布施当然就是 有财布施 法布施 无畏施 那这些 都是他的福德 因为他修了福德 他就成就这个什么 众宝庄严生 那个众宝庄严生 就好比什么 好比那个 转轮圣王 有没有 就是好比转轮圣王 因为转轮圣王 他福德 他具足福德庄严 接下来就 不可坏金刚闯主海神 得巧方便 守护一切众生 善根解脱门 这个得巧方便 就跟前面讲 他正得方便 正得方便 可以守护一切众生 善根 守护一切众生 善根 就是怎么样 就是在对一切众生 讲说一切法 不杂沉过主海神 得能解一切众生 烦恼海解脱门 烦恼海 大家知道 他就能够解众生 所有的一切烦恼 横柱在什么 横柱坡浪主海神 得令一切众生 离二道解脱门 吉祥保卫主海神 得普昧大痴暗解脱门 那个大痴暗就是 跟前面讲的所有的一些 我们讲说暗障 庙花龙祭主海神 得灭一切众去苦 与安乐解脱门 所谓灭一切众去 比如说什么去 比如说三恶道 人道 天道 阿西罗道 每一道都有他的苦 然后他灭了这些苦之后 就让每一道各道的众生 得安乐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每一道 比如说你到出生道 你就要对出生道讲说什么法 出生就是鱼吃 对不对 鱼吃 什么可以度鱼吃 禅定 禅定可以度鱼吃 这个就是对你哪一道的众生 比如说对人道 对人道众生要讲什么法 比如说我们现在 我们人道的众生 我们要讲说什么法 当然 就是你从人道要生天 最基本要生天 当然要讲善恶 讲死善恶 对不对 人天 所以对每一道 这个就是对每一道 比如说你刚刚讲出生道 地狱道 地狱道 地狱道那个是什么 什么会露入地狱 神 神用什么来度 什么可以度称 什么可以度称 贪 贪是什么 他会露入什么道 他会露入 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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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鬼道 这个身 地狱 这个是 触身 对 触身就是愚痴 这个愚痴 用什么跟他度他 教他禅定 禅定得智慧 地狱 地狱因为撑 撑你要教他什么 你很想起 要生气 叫你修什么 修忍辱 修忍 用忍的来度他 这个贪恶鬼贪念多 贪念多用什么 用故事 故事可以度奸贪 所以这个就是你 好接下来我们说人天 人天你就用十善道 人天你就用 反正人到终身 你就要用十善力 生口义来度他 讲说生口义 修罗 修罗 黑白鸾心 经常都动歪脑筋 要害人 用什么来度他 用患 告诉他 教他如患 修罗 再来 天OK 天多就是 我们讲说天就是意界天 意界天 意界天 大家要有一个概念 意界天我们从四天皇天 我把它写出来好了 这个顺序 意界天里面 意界天里面就是有 你看到四天皇天 刀立天 夜谋天 然后多帅天 善化天 跟谈化自在天 总共有六天 对一界六天 对这一界六天的众生 对这一界天的众生 你也要去告诉他怎么讲说 你要去讲说什么法 这个要知道 现在大家各位都是很厉害 都可以生到这边去说法 知道吗 你对四天皇天 你要讲什么 要知道 四天皇天就是在须弥山上面 他在守护众生 守护众生要怎样 念头要意念佛法 我们讲说这边是复职佛法 叫他要向佛 为什么 你在意界天的众生 都是因为修得 修得十三零 他升天 享受天人的福报 享受天人的福报 一天到晚就是享乐 跟人间的五一乐一样 都享乐 知道告诉他们怎么样 告诉意界天的众生 这个乐 这个乐是怎样 你要告诉这些众生 这个乐是 是无常的 这个乐是无常的 这乐只是一段时间而已 这个乐进了之后 你仍然是要 要去受苦 你要跟这些众生讲 讲这个话 怎么样才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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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要 找到 我们讲说找到常乐 就不会受苦 怎么样才会 那就是要向佛 所以这个四天王 四天王天 你到四天王天的到面去的 就开始要给他们 给这些众生 给四天王天的众生 要让他们开始要有向佛的观念 唯有佛法 唯有佛法 才可以让我们 远离苦道 远离苦道 才可以有乐 可是这个乐又是无常 它将会灭尽 对不对 当这个乐灭尽之后 你依然不会去 落入苦道 那怎么办 就是要向佛 就是那个四天王天 你到四天王天就是要跟他讲 这个 你那个四天王天的天王 四大天王 那就要扶持这一道的众生 要让他们慢慢知道 要向佛 道立天 道立天的众生要怎样 道立天的众生 这个道立天的众生 他已经知道 已经知道 那个 佛法 他已经知道了 他已经知道说 我要学习佛法 我才可以怎么样 在道立天这边的 道立天这边跟我们人间一样 跟我们人间一样 就是有阶级 有午欲乐 一样的 一样的境界 所以这一道的状态 虽然他很清净 可是他开始慢慢 我们讲说 道立天 比如玉皇大帝 有没有 玉皇大帝 玉皇大帝 他开始就有在学佛 所以你到这边 要跟他们开始要讲佛法 这边是建立佛法的 开始让这边的众生起信 开始起信 信什么 信佛 信佛 然后呢 这边 这边的众生 你慢慢让他知道 就是说 信了之后 要开始要解 了解佛法 这时候解 不是那个政务的 就让他了解 有了信就要解 对不对 要解 就开始听闻 这边 开始听闻 那么 解的最后 就要去什么 行 对不对 这边就开始行 虚异魔天 异魔天的天众 就是开始行 行什么 行圣道 所以异魔天的众生 就开始学习什么 开始在学习 37道品